心率过缓怎么办 王丽萍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心率过缓如果有症状的话 药已经对它来说是 可能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了 那我们的心脏拥有起泊器 就是来改善我们这个心率过缓 心动过缓的这种疾病的一个首选 我们的心动过缓 如果有症状 什么叫有症状呢 就是发生眼前黑闷 就是突然一下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 或者发生晕觉 这个晕觉跟老血管的晕觉 还有一个鉴别诊断 就是心血管的心原性的晕觉 就是突然会 你占的什么体位 就会突然摔倒 而且摔得鼻青脸肿 或者摔骨折 老出血这样都是有发生的 老血管的这个晕觉呢 是当你突然发生晕 但是你要摔倒的这个整个过程 这个患者心理是很清楚的 这就是我们老血管的一个晕觉 所以如果发生突然老人在家 突然一下子摔倒了 这种情况下多半都是 就突然晕觉过去了 眼前一发黑突然晕觉过去 多半都是因为心原性的这种 心动过缓 导致的它这种晕觉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首选 起泊器来治疗它这个心动过缓 专家提示 1.心率过缓 药物无法达到治疗效果 需要心脏永久起泊器 改善心率过缓 2.会出现晕厥 摔倒等情况 建议首选起泊器治疗 优优优独自肯 熟